我们做祝福的宣言 愿你平安 你是救活世界的宣教士 后来的荣耀更大 今天也愿因着基督而在做礼拜的 我们在此时此刻 与我们相关的所有地方都能够领导神的国 领导神这样的祝福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产业 还有我们的工作场所 因着基督之名 能够领导神的国 我们拿着这个名去的时候 能够超越时空的圣灵 就能够做工 也能够领导神的国 我是相信的 而且非常感谢的一点 就是不管我们怎么样 但是我们持定基督之名的时候 就能够来到神宝座的恩典面前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 愿今天的这个祝福 又成为你们礼拜当中 得到最高应典祝福的时间 用主的名再次祝愿各位 马太福音六章的整体 都是讲祷告的内容 上一周我们也分享过这个内容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就是讲祷告的内容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常常有最大的误会部分 那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说 对于祷告的误会 所以今天耶稣在六章里面 通过马太福音 告诉我们祷告 而且是圣经性的新的整理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其实对于我们人生 在这世上余生或世上生活 能够享受天上保救 这荣耀的祝福 在这地上能够去享受 这祝福的通路就是祷告 而且在创世纪三章 六章十一章 这世上的现场当中的我和各位 能够战胜至世上 能够得到属灵的力量 也是神允许了我们的祷告 所以分别我们的祷告的 每一个瞬间 神打开天上宝座的门 而且神又赐给我们应允 这就是祷告 奥秘里面 特别看今天的本文 马太福音 六章九到十三节 是非常清楚的内容 是主教导 门徒们祷告的内容 而且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其实整体在讲祷告的内容 这六章整体的结论性的话语 就是六章三十三节 也都是对于祷告的内容 说的什么呢 你们要先求祂的果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耶稣教导的主导文 非常是清楚的内容 对吧 还有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最后整体内容的文体 我们的课刊六章的话 讲的就是一个 整理的话 我们可以跟大家说的就是 结果就是享受基督 那么首先 我们要看主教导我们的祷告 还有六章三十三节 这节论性的部分 看着神告诉我们的祷告的内容 你们他要共同点两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共同点说的是 神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 八节的话也这么说 六章八节说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然后九节的话也就说 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 三十二节的话也这么说 这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 你们的天赋都是知道的 然后就说了三十三节的内容 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到底在说什么呢 神知道我们 知道我们所有的祷告 知道你们的环境 知道你们的状况 知道一切的这位主心天 告诉我们 愿意我们去祷告 然后第二个共同点是什么呢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约定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 已经约定了 话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 那么首先第一点 主教导我们的这个祷告 我们非常清楚 我们来查看一下是 在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里面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 耶稣在这世上 跟门徒三年共生亚生活 所成就的部分 就是 马太福一六章里面主导文 这个是整体三年共生亚里面的干要 这里面首先说的地点就是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让他的国领导 神的国唯独在基督里面才可以成就 而且 为成就神的旨意去祷告 神的旨意怎么在这世上成就呢 唯独也一点 就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才可以成就神的国 神的旨意 而且在基督里面 我们不仅拥有日用的灵食 而且是肉身所需的一切 神当然都会赐福我们 祝福我们 我们当然也可能享受 而且说什么呢 连我们的债 我们的债也因着在基督里面得到了赦免 他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我们受试探 从这里面凶恶脱离出来 只有这凶恶的撒旦被击溃了 才可以不被试探 才能够从凶恶里面脱离出来 那么这凶恶的撒旦 从这赤利里面 能够脱离出来 能够重生 能够救赎 怎么样才可以成就呢 唯独基督才能够击溃撒旦的势力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读这个圣经 但十四节十五节说什么呢 说要饶恕人 我们真的知道基督的爱的时候 我们也就能够饶恕人 不仅如此 而是能把自己的一切全部给他 也绝不可惜 如果在基督里面 那么最后一个说 主导文里面说 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我们在这世上 怎么样才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呢 能够在基督里面 才能够让一切荣耀归给神 所以我们导 主导文不是另外的内容 而是说什么 享受基督 这样教导我们之后呢 今天本文又说三十三节 说你们要先有求的 你要先求 就是他的国和他的义 就是你要先求 他的国跟他的义 主所教导的主导文 还有今天最后说的 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里面我们看 有他们交叉点 这个交叉点是什么呢 就是主导文里面所说的 愿你的国降临 阿雅弗一六章三十三节 也是说你们要先求的是 他的国和他的义 就是说的 对于神的国 这是一个交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重叠呢 我们要知道 神的国 如果在我们的现场临到 这是最基本的 也是最根本的 这世上 因着凶恶的撒旦 约翰福音里面内容说 他是世上的王 拿着十二个问题 把我们的人生 每一天每一天 时时刻刻 让我们现在 足足的在秧里面 这叫做撒旦的国 而且这世上分明一点 也有属世的国 这凶恶的撒旦 通过强大的国家 拿着这些 持定掌权的执政的人 挟制他们 不停地让这个世界堕落 这就是 李福所说六章十二节 说的 这世上黑暗的掌权者 说的就是撒旦的存在 那么相反的是什么呢 结果 要由神的国 去领导的国 那么 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 最基本的 最根本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愿神的国去领导 所以主教的文的 祷告文里面说 愿主的神的国领导 最后在 祷告的节目的部分 也告诉我们说 你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然后又说什么 他的国和他的义 是什么呢 这是神的国 这个义说的是谁呢 这个义说的就是基督 只有基督能够击坏 撒旦的权势 所以我们能够被称义 把我们从诅咒当中 能够释放出来的 唯独基督 他才是真正的义 所以是要去求基督 所以是要去求基督 为了我们留下保血的 这个基督 我们去持定的时候 要去为这个祷告 有的时候我们好好查看一下 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面 出来的义才就是他的国 在基督的义里面 能够出来的 那就是他的国 享受基督的里面 所出来的就是神的国 这样的意思 今天本文 耶稣讲的最重要的话语内容 就是说神的国 实际上 耶稣最初所说的就是神的国 然后也在最后的说的部分 也是神的国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 最初说的就是神的国 最后说的也还是神的国 耶稣在山上教训的时候 跟门徒所说的话 就说你们要祷告神的国领导 你为神的国去 神的义去祷告 第一次跟门徒所说的 就是讲神的国的内容 然后在最后 耶稣在橄榄山的时候 也跟门徒说 呼到他们 告诉他们所说的话语 也是四十天 十九跟他们讲的 就是神的国的事情 其实这是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话 是最重要的 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 神的国 奥秘 耶稣告诉我们的话 就是这一点 我们在过世上的生活当中 世上人没有办法知道奥秘 而且又是能够战胜 是世上能够去救活 这世上的奥秘 那这个奥秘就是 愿他的国和他的义能够降临 世上人完全不知道 虽然得救的神的儿女 要想胜过这个世界 要去经过这世上 救活之上的奥秘 也是他的国和他的义 只有这个 才能够救活世界 能够胜过世界 为什么人在这世上过生活 在痛苦当中生活呢 非常努力的挣扎 去努力 但是却为什么 因着正努力和挣扎 却还陷入不停的 持续的苦痛当中呢 一点他们错过了 就是他们不知道 神的国虽如此 神的国相反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地狱对吧 地狱是痛苦的地方 不知道神的国 所以这世上的人 再怎么样努力成功了 但是却陷入痛苦当中 拥有了很多 但是却还在痛苦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知道 神国的奥秘 所以首先 我们要去享受的 最高的祷告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神的国 首先我们要做的祷告 那就是神的国 神对于我们而言 让我们在这世上生活 告诉我们 能够什么也不被抢走的祝福 这个奥秘就是神的国 看圣经里面 七口罗门特也是一样 他们能够享受这个奥秘 就是什么呢 七口罗门特 在没有任何人帮助自己的状况里面 但是他们却全部都胜利 不只是简单的胜利 而且是什么呢 救活了时代的施工 那这个里面 祝福的奥秘是什么 就是他们享受了神的国 所以我们首先最重要的要享受的祷告 那就是神的国 享受神的国的祷告 要进入这里面 我们看圣经 昨天核心内容也讲过这样的内容 约瑟 他被卖为奴隶 面临死亡 但是虽然如此 约瑟并没有死去 而且在这里面 完全彰显了神的荣耀 波提法看到约瑟的时候说 哎呀 看到了神国的领导的事实 哪有什么样 这样的兄长 想要杀害自己的弟弟呢 哪有兄长要去卖自己的弟弟呢 但是约瑟的兄长们却这么做了 在完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 家庭也没有办法帮助他 但是约瑟在这里 在神绝对的计划 绝对应许持定这一点 祷告就临到了神的国 所以波提法这么告白说 啊我看到了 耶和华是与你同在 就是这样的 我们所有的开始 就要从这里开始 你家里有什么问题吗 各位 你们的工作场地有什么问题吗 你的子女有什么问题吗 教会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不可能没有问题 所以神通过我们 要让我们 为了给我们赐给神国的祝福 所以我们所有的信仰生活 我们的基准要定在神的国 要以这个为精准 神的国 因为这个基准 神让我们等待 我们就等待 为了要成就神的国 让我们要快快行动 我们要快快去行动 为了成就神的国这个事情 我要去挑战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就要刚强壮胆的去挑战 教会里面有肯定 有很多的问题对吧 也为了要去进行某些事情的时候 会有这样那样的各样的意见 其实人都有自己各样的想法 十个人聚在一起 就十个人的想法 比一百人聚在一起 就一百个想法 所以呢 能够成为一个 这是不简单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 必定都会拥有自己的各样意见 但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拿着自己的意见 自己的主张 我们不应该这么看 而是要去祷告神的果灵的 拿着这个事实 神说等待 我们就等待 如果神说让我们要快快行动 我们就要快快去行动 这个如果不可以形成的话 结果我们努力的 做了很多教会的事工 但是却泄入问题当中 然后也不会结出任何的果实 我们真的要不可以错失的祝福 那就是神的果灵道 教会里面会有这样那样的很多的问题 我们要去为此祷告 某一方面 真的我们要去领受神国的引导 约瑟绝不动摇 他等待了 这里面等待不是说待力不动 而是持地应许 哪怕是去奴隶 在奴隶的生活里面 也是以清扫公的身份 接近全力 看到这一事实 这个不信者 波提法 家里的主人 就像创世纪三章 三十九章五节的话 也说 因着约瑟 波提法看到了 他离田地里面的一切 都临到了耶和华神的福 这就是神的果 神要给我们的祝福 就是这个祝福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工作职场 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面 愿你们能够因着基督的祝福 能够享受神国的祝福 因着享受神国祝福的时候 通过你们这个工作岗位 能够被救活 约瑟不仅是孤独的程度 在人的眼睛看来的话 他完全是在不可能的现场 神派去那样的现场 约瑟所做的这个梦 是没有办法成就的一个现场 看似就是这样的现场 真的去奴隶了 怎么样才能做梦呢 对吧 去牢房了 而且是被别人 污蔑为强奸犯的身份 去牢房 但是神却通过拥有 神国祝福的约瑟 改变了所有的现场 某一天神又打造一些事件 让法老王做了梦 这个梦没有任何人能够解开 当时约瑟来到法老王的面前 在神正确的时间表里面 在神所赐的事件里面 站在法老王面前的约瑟 他说了什么样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 四十一章十六节 神必将平安的话 回答法老 这是我们要得到的祝福 拥有神的奥秘 去祷告的我和各位 要得到的祝福 就是这一点 你们在危机里面吗 如果在危机里面 我们稍微不注意 我们就会很彷徨 就失去了判断和选择 就会做错误的判断和选择 所以以夫所十五章十五节的话 也告诉我们说 你要谨慎 你要不要像愚昧的人 为什么要去谨慎呢 为了让我们在危机里面 不要去受创 让我们不要去害怕 去动鸟 虽然陷入危机当中 但是 虽然我们不知道 也许是法老王陷入危机 但是对于法 虽然而言的话 不是危机 是神正确时间表里面 去兴起神最正确事工的时间 我们首先 要享受的祷告 那就是什么呢 是神的国 那么第二点 神国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我们持定正确的应许的时候 那么就必定兴起神的事工 神的国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应许 那这内容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这世上 要解决这三个诅咒的基督 这是神派遣基督给我们 为了解决这世上的三个诅咒 这世上三个诅咒是什么呢 人不知不觉就陷入灾阳当中 后来发现的时候 没有办法不陷入灾阳的背景 就是地狱的背景 而且这凶恶的撒旦 分明活着 也现在还在活动着 无论是任何人 没有一个例外 就在灾阳地狱 诅咒撒旦的地狱背景里面 陷入问题当中 这三个诅咒 能够解决的唯一的名字 神赐给我们了 这个名字就是基督 基督 以真祭司长而来 把我和各位 因着罪而来的诅咒 灾阳 但是基督 代替我们 把我们所有的罪和灾阳 全部解决了 而且基督以真先知 完全关掉了地狱的门 打开了天上宝座的门 而且基督 又以真王的身份而来 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带领我们去灭亡的这个撒旦 被基督击溃了 给我们成为了真神儿女的祝福 从这撒旦的命运当中 完全脱离出来 赐给我们这样的永远祝福 这个名字就是基督 而且拥有这基督奥秘 享受这基督奥秘的 这个状态叫什么呢 是神的国 分明一点的 再样的问题 地狱诅咒的问题 撒旦的问题 如果因着基督能够解决的时候 是神的话语 在活着做工 因着话语 活着去做工的时候 与我们所有相关的部分 都会临到神的国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 神树立我们能够 站立在树林的顶峰 赐给我们这样的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唯独圣灵充满 那么神的国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 神的国 唯独圣灵 使出行传一章一节三节八节 就是神的国的内容 我们所有的开始 要以这个开始 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 就会被欺骗 我很不足 我很软弱 其实我们好好地去看 看我的环境 看我自己本身 看我的周围 眼睛看见的一切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不足 很软弱 我很缺乏 我们就会做这样的告白 这是被欺骗了 我的不足 我的软弱 基督知道这一点 所以派遣了基督 所以我们所有的诅咒 已经因着基督全部结束 我的背景 已经完全 本身地的背景 是不可以的 当然了 所以人们拿着地的背景 在里面就败亡 因为地的背景 是不可以的 所以神赐给我们 神的国 他的背景 因为知道我们的软弱 知道我们的不足 所以允许我们 唯独圣灵的做工 所以我们所有一切的开始 不是从我这里面开始 我的环境 我的生活 我眼睛看见的一切 不是我的开始 我们真正的开始 应该是基督 神的国 唯独圣灵 你们要这样开始才行 我们有的时候 常常这么说 但是决定性的瞬间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做 我是这样的 牧师说我自己是这样的 我不是说你们这样 我说我自己 我很不足 很软弱 很缺乏 我怎么做这样的事工呢 有的时候看的时候 有一次有一个人 跟我这么说 牧师啊 你这不是不信仰吗 基督都已经结束了呀 基督 而且改变了你的背景啊 你已经完全得到 神的祝福了呀 我听到那一瞬间 对就是这样的 结果我们真的是 总说 唯独基督 是那国圣灵充满 但是却没有成为我的开始 就是我自己要去开始 而周围环境人 看到的这一切 以这个为开始 所以常常被欺骗 真的要跟你们说 神通过独生子 基督 为了我和各位 他赐给了我们 主耶稣基督 他死在十字架 而且又复活 这样爱了我们 这位基督 因着他赐给我们的祝福 是什么呢 因着基督 所有的足肉灾殃 全部得到解决 临到神国的祝福 而且又赐给我们 唯独圣灵 这是我们的一切 不止你这一事实的时候 我们就会瞬间 瞬间被欺骗 所以神国的内容 基督 神的国唯独圣灵 你们要完全刻印 根基体制的时候 现在愿你们 不要被欺骗 正确的在所有的现场 能够享受神的国 进入这祝福里面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最后第三点 我们要享受 神国的奥秘 且要去传达这奥秘 很多的人 都在困难的道路当中 而且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而且很多的人 虽然拥有很多的金钱 虽然拥有很多的金钱 但是却真的很奇怪 却不停地陷入诅咒灾殃里面 为什么会这样呢 结果 他们是完全被撒旦 捆在撒旦的手中 虽然很抱歉 我要跟你们说的就是 你被撒旦所捆住了 所以地狱的背景 是你的背景 生活也是在地狱里面 自己没有任何的错误 好像 但是却很奇怪 某一天一看 已经在这样的位置上 我前不久 在看韩国的一个节目 广播节目里面说的是 愿一切重新开始 在那里面有一位 唱赞美的姊妹 她对了人生做见证 我听到这一部分 她唱赞美 这个赞美 她是在普向 好几年的时间里面 每到星期六的时候 就在路旁 唱赞美 给别人很多的恩典 但是很长时间里面 只要到星期六 就到路旁 然后四处巡回 自己弹吉他唱赞美 赞美真的非常有恩典 看他的人 长相也是让我们有恩典 然后他 在广播里面 出来做了自己的见证 说在自己非常辛苦的 这个状态里面 然后去了一个 一个的团体 然后某一天 不知道情况下 去了另外一个团体的时候 发现是去了统一教 后来领导神的恩典 现在遇到了耶稣基督 开始了信仰生活 在他的见证当中 他说了这样的话 我真的非常讨厌我母亲的生活模样 我真的不想跟他一样 但是却某一天 发现我却如同他一样 某一天我就跟他一样 这难道不是属灵的问题吗 不是他愿意的 我觉得不要跟我妈妈一样生活 自己不想要这样生活 但是某一天就发现自己跟妈妈一样 你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人 对吧 陷入酒精中毒的 他的子女就小的时候就说什么 看到父亲常常小的时候 饮酒的状态 就绝对不要去饮酒 但是某一天却发现 自己也是酒精中毒的状态 赌博也一样 父母赌博的时候 看见的时候真的 他们输了 让家里破产的状态 所以就非常讨厌 自己不要这样 但是某一天他也一样 我没有什么错误的部分 好像是这样 但是却某一天 我在这样的位置上 这就是离开神的人生的问题 为什么呢 结果被撒到所捆锁了 地狱生活 背景也是地狱 所以成为神儿女的我和各位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耶稣在最后橄榄山呼召门徒 非常集中的跟门徒教导 四十日之久教导的内容 也是神的国的事 保罗执政这一应许 两年的时间里面 讲了神国的事情 做了等待 但是在以弗所地区 兴起了属灵的大的事工 这就是推拿奴的运动 真的 我们在传达神国的 这个事情上 是神赐给我们最高的祝福 如果你们不说 在现场走向死亡的这些人 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救恩 所以神呼召了我和各位 享受设神国的奥秘 且又去传达 神这样呼召了我和各位 也许在座的各位 在困难当中 那么这个困难 你们不要自己想去挣扎解决 你们要进入最底层里面 在这里面 神与你们同在的这个时间 你要去享受神国 拥有神国这个祝福的时间 去享受这一点吧 而且神的国不是 我们有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说的话 就是神的统治 神的治理 罗马的皇帝凯撒 通过战争向着周边的国家 征服这些国家的时候 首先军人们 就是去扎上皇帝凯撒的旗 那么在这世上 如果我们说这世上 就是罗马的国 罗马国的时候 就就是这样的 基督死的十字架又复活 而且分明会再临来到我们中间 再临来这之前 我们在这世上生活 我们要做属于的征战胜利 为了让我们能够去扎上基督的旗子 这个旗子的名字叫基督 以及是胜利的征战 因着基督在十字架死又复活 就是胜利的征战 我们拿着这个旗子 要扎到所有的地方 我们的学校现场 我们的地区 这就是地教会 下着二三七的 所有的福音盲区 向着二三七国家 五千个种族 我们去扎上这个旗子 这就是世界福音化 这是神为了给我们的祝福 愿意我们享受这个祝福 在座的各位 我们因着基督已经得救 这胜利的锦旗 愿你们扎在你们的家庭里面 愿你们扎在你们的工作岗位 愿你们在你们的产业上面 去扎下这基督的锦旗 这就会临到神的统治 与神的治理 临到神的国 我们整理一下话语 看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 本文的话语说 你们不要担忧 你们不要去求着外边人所求的 然后说的话语就是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然后又说什么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我们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为传道和宣教 进入这个祷告里面的时候 我们只是心里面 环抱了传道和宣教 环抱了二百三十七个国家 神把一切所需的 全部都要更加加给你 所以你不祷告 也能够去成就着祷告的奥秘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就是传道和宣教 你们持续这一点 与二三七国家相连 你去祷告 把这个放在你心里面的时候 那么就会临到 更加加给你的祝福 在我们里面就会自然而然形成 神的国 享受这一事实 进入这祷告 愿各位能够这样 我们所有生活里面的力量 就是能够扩张神的国 我们人生的一切 以这个方向而前进 那么真的就会临到 哪怕不祷告 也能够祷告成就的奥秘 能够去享受 写胜利的门徒 愿大家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我们祷告 神让我们感谢你 神赐给了我们 是让人无法知道的神国的奥秘 愿我们能够拿这个奥秘去祷告 让我们能够实际性的享受这个奥秘 在我们关联的所有的部分里面 因着基督之名 能够临到神的国 成为证人传道者 愿神树立我们 祝福我们 愿活着的主耶稣 基督之名 感恩 祷告 阿们